這段影片想介紹一下BARF的環境 以及治安是否適宜居住 有好處還是不好處 當然 好處是使用相當不錯 比較不像英國一般小市鎮 如果步行距離 除了沒有超巨型超市 例如Sandsbury、Vatros、Morrison 等等都有 Tesco 是一間 不過不太大 這邊的治安相當不錯 還有比較多遊客 它的使用是很整潔 不過它有在山上 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太陽充足 相當多公園 而且因為這裏比較貴 變成這裏比較多中產居住 當然貴也是一個因素 即是不好處 價值 食物不相差很多 主要是居住 以及租金 這個租金大概都要1700-1800磅 如果是Vroom 而且因為這裏有很多歷史建築物 是不讓你改的 如果租的時候 一些是一級或二級的歷史建築物 基本上窗戶仍然是舊式 就像這些 而且裏面有些公園 多數 如果新式一些 就在Oldfield 即是這裏走到過去的 但就要七、八個字 這裏就像一個英式的 普通小鎮 那裏這個 這裏 剛剛提及到 剛剛有一個訊息 這裏的 Ofield 這裏比較便宜 智安都可以 這裏會有少少充電 這裏距離只有一座火車站 但走過去也可以 半個小時 這個就是著名的 Valcasset 即是半月屋 其實一直打過去這邊都是公園 就是半月屋 當然,你看到其他影片 我也有介紹的Buff 這是Circus Buff的天氣是太陽多 又不會太熱 因為高了一點 這裏教育方面 因為這裏中產多 所以這裏的教育就是 平均以上 你說是否很好 當然是跟倫敦或者Cairns 等等,可能還有些距離 而附近有沒有新樓盤 是有的,不過要去到山上 你看到上面 比較遠一點 市內有巴士 有一間叫做First Bus 即是第一巴士 公司營運 主要是它,其實還有些其他的 那個就可能是 不在市內 可能都會坐到其他 例如Champingham 等等 火車站有一個 有兩間 一間Buff U 另一間Buff Spa 比較優閒 這就是Buff 剛才提到的 一是貴的 第二是 在這裏的泊車 比較麻煩 而且它是舊成的 變成有很多建築物 不能改變 能源效益不差 除非你住在Ofield 那邊也會好一點 另外就是 最大問題就是 因為它基本上 舊成 不知為何 不是很多地方可以 申請到 鋼鐵 那個速度 就真的相當慢 所以當你買的時候 或者租 你都要檢查 那個地址 相對來說 倒垃圾也是比較麻煩 即是 可能一個星期倒一次 但是給你一個袋 那 那 有些地方 就給你一個大垃圾 其實跟英國其他地方一樣 到Gardening 另外要給一個年費 58磅 當然不是每天來賭 主要是暑假 冬天不一定會來到 那 那 環境 大家都看到 相當優美 那 有沒有東西玩呢 相對少 這裏 主要是旅遊城市 飲飲食食 公園 逛山 有 有 如果開傘 最近的大城市 就是Bisto 那 Bisto 主要是 可能坐 便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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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就是 Lessonot Express 以前 有一間 便宜家 便宜家 但那間公司 便宜了 Barth 因為Barth 剛才提到的問題 就是泊車 如果 住正 中心 車部 通常 車位 被窮 漏傷 原來 如果 租居 都不用想 可 有一個 遊客 輕易 收到 坐 綜合 車位 一年 等待 可以 便宜家 便宜家 要被停車場 我剛才看過 大約磅多一個小時 這裏樓下就是靈姐牆 一路走向這邊 治安,剛才說過,這裏的治安是不錯的 不過有時有些流浪汗,最走路相對少 有時看這大地區的治安等質素 你看看有沒有一些難玻璃 或者有些很肥 或者你看到像癌尿癌癡 不知道怎樣形容 你會見到很多這些 在巴菲是相對少的 比對回走幾個城市 去過York,Manchester,Bisto Manchester,不要說了 你見到九點鐘,警察就拍了車 在市中心裡 好像漁林大敵一樣 這裏我自己有時晚上都會出一出街 都安心的 這段影片就分享到這裏 如果朋友有興趣來Barth 玩樂,玩樂是很值得的 但如果你想來住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給各位參考 多謝各位收看